快點拍都市傳說 都市傳說啦 拍都市傳說啦 你可以是不是看另一位都市傳說啊 姊妹你可以拍對著鏡子說 我是誰 都市傳說 STOP 不是我忽視你們的留言 或是不想拍都市傳說 而是要找到一個 我能拍的都市傳說 真的是超級困難 我路上有很多很有趣的都市傳說 而且也很恐怖 我都很想嘗試 例如四人槍角 還有在烏七媽黑的環境下 四個人分別站四個角落 A往B的方向走碰 B的肩膀 B再往C的方向走碰 碰C的肩膀 C再往D的方向走碰D的肩膀 B再往A的方向走 但是A已經走到B的位置 他會發現他沒有人可以碰肩膀 所以他必須要拍手 或者是咳嗽 再往A的方向走碰A的肩膀 就這樣繼續循環下去 最後你會發現 沒有人咳嗽 沒有人拍手 因為出現了第五個人 我要出發囉 我根本就找不到其他三個不怕死的朋友跟我一起玩這個遊戲 各況烏七媽黑的你什麼都看不到 還有另外一個很有趣的都市傳說叫做Charlie Charlie 他是要用兩支筆 把兩支筆疊在一起 然後你可以問這個叫做Charlie的鬼魂 一些很簡單的問題 是或不是好或不好的一些選擇 我每次拍起來都會變這樣 Char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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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不用提 每次只要我拍都市傳說 下面就會有這樣子的留言 你要是拍都市傳說拍到死掉 你女朋友怎麼辦 你有想過你女朋友嗎 我的小朋友原本可以考上斯大夫 我怎麼都因為看了你的都市傳說 他考上進洞去我離我家很遠 每次看你的都市傳說 我的車體都廢得不舒服 既然他們都這樣說了 我 還不趕快再拍一次 Let's go 都市傳說 我 這裡是嘉義 講到嘉義很多人都會直接想到 民雄鬼屋 在網路上關於民雄鬼屋的都市傳說 有非常多個 我對其中一個非常感興趣 它是關於一個悲女的故事 婢女 一個關於婢女的故事 有一個婢女愛上了自己的主人 被女主人發現之後 女主人非常非常不高興 於是她開始每一天都虐待這個婢女 最後婢女被凝虐至死 屍體被丟在了家中的古井裡 這個古井就在 劉家古厝 也就是在她口中的 民雄鬼屋 都市傳說是這樣子的 到古井前 對著古井說 我來看你了 然後對著古井唱首歌 因為傳說中 婢女當初愛上主人的原因 是因為主人的歌聲 如果你真的深情的對她唱一首歌 她就會出現在你旁邊 對你訴說她的委屈 聽起來有點瞎 但是 Come on 照顧進去 Let's go 哇 What the 欸咻 小心喔 這裡有很多樹盆 阿咻 阿咻卡住 各位 我們找到了 鬼屋 傳說 古井就在 鬼屋的附近 來 走 我們進去看看 欸 你們沒有跟我去喔 掰掰 我們 自己 逛一次 在 裡面 裡面 都 都是 植物耶 所以 古井應該不在房子裡啊 我們 試住看看 這裡是房子的 後面 所以 我真的有聽到我聲音嗎 誰 來 我 真的 青...青蛙啦 你他媽的 不要再跳了 是青蛙耶 到底在哪裡啊 這邊有個箭頭耶 是這裡嗎 看一個人走 真的 我剛剛有聽到聲音 誰 真的有聲音 真的有聲音 有人在那裡嗎 靠北 老友 我自己來 你來我叫我名字啊 你自己在哪裡啊 我怎麼不可以 練習 空子 為什麼 都以前 都會一直 我來看你了 我現在要唱歌給你聽喔 我要開始囉 我吉他剛學而已 所以就算彈不好 你還是要出來喔 因為觀眾想看你 應該把 3 2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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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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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